大阪市中心有一個污名化最嚴重的地方 三分一的人口是用政府的寶座為生 1961年至2008年期間 發生了24次暴動 被認為是日本治安最差的地區 這裡是西城區虎旗 虎旗是位於西城區北面的一個地帶 只是來天王至通天閣這些景點 10至15分鐘的路程 60年代開始就已經成為了 日本建築勞動者的雜散地 不過龍蛇混雜、髒、亂、沒有秩序 是色情交易、賭博、黑市的溫創 雖然1966年政府美名了做外輪地區 但本地人都一樣是敬而遠之 我身後這個就是第一次暴動發生的地方 而所有事件都是源於警察 事源一單的士撞傷勞動者的交通意外 警察對於受了重傷的勞動者置之不理 最後還拖延救援而身亡 甚至乎限制了事態一段時間 而且大批勞動者已經對警察累積了一定程度的不滿 觸發勞動者連續五天向派出鎖、投石和縱火 警察派出機動隊鎮壓 之後在1961年至1973年期間 陸續發生了二十次的暴動 原因大部分都是勞工的日常追走 金錢交易、糾紛等等 我身後這個十字腦口 就是暴動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域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樓 暴動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鎖了這裡 令到交通非常濟實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 大阪有很多不同的大型公共建設 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 就算黑道、入侵成為求職的中介人 勞動者每天都要交保護費 但大家有錢齊齊賺 社會歌舞升平了一段日子 去到八十年代後期 日本經濟進入了停滯期 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大不如前 但仍然受壓於黑幫 更發現本身應該保護他們的警察 竟然收受賠露 警黑勾結 就成為了1990年第22次暴動的導火線 最後一次的西城暴動 就要數到2008年 一個食堂的職員和日故勞工發生衝突 向西城的警察報案 勞動者就說警察暴力對待他 而且恐嚇如果你不捨道歉書 就會停止對他的社會援助 但警察聲稱 迫未使用暴力 而且處理恰當 勞動者對於這個辯解當然不收貨 就集體抗議 最終演變成大規模衝突 今時今日的愛倫地區 每一天依然都會有一些 在路邊 在車窗上貼一些招聘廣告 例如好像這一幅 日薪1萬日圓 扣除食宿費3500日圓 真正拿到手的就是每日6500日圓 這位好心的判頭就叮捉我們 女生在這一區走就要小心了 西城愛倫現在仍然聚集了 3萬名短期勞動者或路縮者 由於收入不穩定 他們都沒有固定的居所 賺到錢就租一些提供簡單設備 統稱簡易縮所的廉價旅館 沒有錢的日子 那就唯有睡街 有什麼貴重的東西呢 日貴型勞工 甚至乎路縮者 都可以選擇 將它等待在鎖 走入愛倫地區的街頭 會聞到人稱西城的味道 淡淡的阿芒尼亞味 夾閘著煙味、酒味和垃圾的味道 而路縮者大部分 都聚集在這棟 愛倫勞動福祉中心的周邊 這間愛倫勞動福祉 因為基建不安全的關係 所以現在就關閉了 這間只不過是臨時的勞動福祉 給大家像勞工處一樣 去找工作的地方 帶著我們導覽的 是在西城區勞動福祉服務了30年 新兼漫畫家的Ani Muna 他創作用以紀錄勞動者故事的四格漫畫 已經連載超過500期 現在雖然退休了 但仍然出任地區非牟利機構的要職 幫助重建虎期 以往 勞動者就是早上在勞動福祉 找工作出車到地盤 晚上就回來這裡過夜 90年代最高峰的時候 使用的人數達到180萬 但近年已經銳減去到 只是大概剩下40萬 勞動者高齡化 長期失業 無家可歸的工人氾濫 變成了嚴峻的社會問題 大阪市政府就開始著手提供一些無料的居所 但對於某一些 突然間失去了 外輪勞動福祉中心這個居所的人來說 仍然是很難接受 政府就唯有加強有關勞動者的配套設施 這裡就是有免費床位的地方 這個中心有530個床位 只要你排隊 拿了醜 你就可以5點半的下午來到 然後8點半早上就要收拾東西走了 其實都挺頂潔的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而對於日本人來說 沖涼是真的很重要的 提供一個乾淨的浴室 是基本的尊重 無論你是失業漢還是露宿者 沖一個好的糧 就會更加精神 第二天就可以更加精神地出發了 但事實上高齡勞動者 其實已經很難再投入勞動市場 只好接受政府的公共援助 人數由1990年代後期的1000人 到近年差不多9000人接受援助 相當於這個地區居民的三分之一 而受助者必須要有固定的居所 所以就有民間團體 將以前日租給工人的簡易縮所 改建了做月租的社會保障房 一日1200元、1300元 空氣、電視器、冷凍庫 這裡的空間大概是三碟 日本的榻榻米三碟 試試打開床鋪 就知道平日睡的空間有多少 如果鋪了床的話 空間就是這樣 剛剛一個單人床 差不多的尺寸 月租36000日圓 你可能會說 應該還有其他選擇 不過社會保障房的特色 就是為一些沒有下一代的單身男 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社交聯繫 最初是因為喧嘩開始了 現在是穩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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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是沒有人 我以前是在穩穩的 都很期待 有不足的 特別是在外面 時間是很重要 時間是主要 決定的時間 所以 凡夫人 我看不成 看不成 看不成 入院或聆訊息 旁邊的聲音聽起來 難怪不得寧寧 所以從這裡離開 如果愛倫地區 要擺斷暗黑這個宿命的話 Ari Muna說 最好的方法 未必是現在討論的酒店集團進駐 或是興建中華街吸引遊客 最重要的其實是我們的下一代 地域的望是 再一次小孩的聲音 大大聽起來 小孩的聲音 小孩的家人會回到街上 時間也要做得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